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到三月三上四节受龙宠的杨贵妃 携众亲院附入一房游春各家城一队 穿衣色衣服 仿佛云锦灿霞车马蒲丛 主色道路还在云帐摆设九雁海卫 与山珍从宫中送来场面之壮观 算是春游出行顶配 这样豪华的春游配置 不是所有人都享受得起 那古人春游一般会玩什么呢 放风筝儿童散学归来走 忙趁东风放纸渊 高顶村居纸渊 就是风筝春回大地 汇丰合唱之时 不经意抬眼一看 就可见到 不少风筝在春光里争齐斗艳 无论是宫廷还是乡也是官换身 还是平民百姓是白天还是黑夜 都有人在争相放着风 争古人相信风筝儿可以放走 汇气会在上面写上自己或家人的名字放飞风筝后 剪断 牵线让风筝飞走 祈求天赐好运荡 秋千 醋罢秋千 起来雍整仙嵌手 露农花瘦 不叹青衣透 李青照点降纯 外面风筝满天静飞女子们 则在院子里当秋千衣裙飘飘 这就是春暖花开的美好画面 杨柳舞于春风 杏花映于春水 秋千架上侍女们的身姿 心盈如艳 享受着难得的春日休闲好 时光醋居醋居场边万人看 秋千旗下衣春芒 陆游晚春感是醋居 是常见的户外运动 据说起源于春休战国 在唐宋时期盛行好多诗人 在诗词中写醋居礼拜 王维 刘雨昕 可见醋居广为人 喜爱约个春日好时光三两好友之间 来一场醋居比赛 又锻炼身体 又促进有意作为春游活动 那是好不过取水流商 取水流商修戏事 浮出喜敬春愁 王志临江湘古人们的春游活动丰富 多彩不仅好吃 好玩 而且 还很有文化农历三月 天气渐暖 文人默刻好到小溪边一边喝酒一边 玩银师坐附在上游放置酒杯 杯随水流流到水面前 谁就取杯把酒喝下这种玩法 有个很雅的名字叫曲水流商 最著名的一次是书圣 王羲之在蓝亭组织的借着酒进 辉豪写下来那篇风雅滑美的蓝亭曲 古人们那么懂生活在春暖夸开的美好时节 我们也不要辜负了春光约上三五好友 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踏青放风筝吧 婷婷姐姐儿童诗教开创者婷婷唱古文和婷婷诗教 创始人孩子们喜爱的古文老师五千年文化 三千年诗运 我们的文化从未断绝 今天 儿童诗教开创者婷婷姐姐 已经把一百多首古诗词唱成了歌 而由教育部语文课程和新组成员 周振奎先生和儿童诗教开创者婷婷姐姐 合力打造的 小学必被古诗七诗五首副诗首 也正式上线了 小学必被古诗七诗五首副诗首 编著周振奎主编 周映编写定价29.80元由教育 部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核心组成员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周振奎主编 内容优质 亭亭唱古文带来古风盛宴 八诗五首古诗和孩子一起唱 扫码集听 可永可唱 且音且歌 全书彩色印刷 配有相应水墨画 如同畅游画廊 给读者带来全新的视觉享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